各位好,我是小A,歡迎各位暫時歡迎小A的戰第一教學視頻 今天小A為大家介紹戰第一的步兵特殊裝備 我知道有不少訂閱者不知道如何裝配遊戲中的特殊裝備 也有不少訂閱者希望知道小A平時玩各種兵種是帶什麼特殊裝備的 確實,遊戲中有不少特殊裝備,搭配的好他們可以在戰場上幫助玩家存活與跑位 不過在介紹這些特殊裝備之前小A先要告訴大家 第一,我認為遊戲中沒有一種正確的搭配 如果搭配遊戲中的特殊裝備要看玩家玩什麼兵種 遊戲的風格,平時不比喜歡帶什麼裝備,玩什麼地圖 還有戰場的各種情況等等 觀眾來說小A這樣搭配並不一定正確 也並不一定適應所有看小A視頻的一些觀眾 畢竟我與大家的遊戲風格,遊戲經驗,平時遊戲習慣不同 所以今天這個視頻只為大家參考 我在介紹這些特殊裝備的時候 我當然也會說出為什麼我這樣搭配 第二,小A要告訴大家 今天這個視頻我只介紹一些我認為遊戲中比較實用 比較可靠的特殊裝備 自從戰地啟示錄,官方推出了痛苦折磨這一種類型的特殊裝備 因為首先我認為這是一種帶給玩家很大阻力的特殊裝備 第二,平時大多數玩家也不用 第三,帶這種特殊裝備不僅僅影響玩家平時在戰場上正常發揮 它會影響隊友,小A隊隊友在戰場上正常發揮 因為有些特殊裝備會影響到隊友 如果玩家一直死,那隊友就沒辦法在玩家身上重撐 如果玩家一直死兵在地方標準,那玩家與小A隊隊友一直跑位 整個小隊很容易被敵人滅 常常會被敵人發現,吸引敵人不少注意力 玩家彈藥有限,有時候沒辦法反殺剛才殺死隊友的敵兵 因為這種正常發揮的限制,小A將不介紹 遊戲中痛苦折磨這些步兵特殊裝備 除了痛苦折磨這一類型的特殊裝備小A將不介紹 小A也認為遊戲中大多數特殊裝備在實戰中發揮 適應性實在太窄,所以這些特殊裝備我也不介紹 只能說有些特殊裝備要有效的使用它的裝備能力 要靠巧合,要適應一種特殊的戰場情況 因為戰場平時是非常混亂的,小A認為這些適應性比較窄的 特殊裝備不值得玩家使用,也不值得玩家帶 所以我也不會介紹這些特殊裝備 有些純粹是不實用 最後小A要提醒大家,大家並不一定要同意小A這些特殊裝備的搭配 我也不一定搭配得對,可能有更好的搭配 首先我先從遊戲中的突襲兵兵種開始說起 平時我玩突襲兵帶這三種特殊裝備 第一種特殊裝備幾乎我玩的每一個兵種都帶的就是 防彈背心,防彈背心是一種非常好的特殊裝備 主要因為玩戰地戰場上有不少爆炸物 不管是敵人士兵扔過來的爆炸物像 炸藥,炸藥還是周圍有載具炮彈炸彈爆炸 防彈背心可以減弱爆炸物對玩家士兵的傷害 減價10% 這個特殊裝備可以救玩家的命 有時候帶了他只被敵人炸到紅血 但是不帶他可能就直接被敵人炸死了 特別當玩家玩一些室內焦火,近戰焦火的地圖 雙方都喜歡任爆炸物 帶了這裝備,常常可以救玩家的命 遊戲中的快速隱匿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特殊裝備 有不少高手認為這特殊裝備沒有什麼用 但小A認為這特殊裝備對我來說作用非常大 快速隱匿減少被敵人標記出的時間 被敵人標記出的時間縮短2秒 不帶這特殊裝備,玩家平時被敵人探索出來 玩家士兵的圖標會在敵人微型地圖上出現7秒 7秒後會消失 帶了快速隱匿這特殊裝備 玩家只會留在敵人微型地圖上5秒 這特殊裝備幫助小A平時悄悄的走位 玩家士兵在敵人微型地圖上出現的時間短 又增加了敵人跟丟玩家的機率 當小A預感到自己被敵人標記出的時候 我會找個地方躲,或者換一個跑位路線 我用這特殊裝備可以很快地甩掉一大批找我的敵人 下一個我平時經常用的特殊裝備是快速重生 這個特殊裝備的作用是當玩家被敵人打傷了跑出戰區的時候 玩家自動回血的時間減少20% 外地外說,跑出敵人壓制,跑出敵人子彈彈道 玩家士兵自動恢復血的等待時間 被這裝備減少20% 這特殊裝備可以幫助玩家的士兵在戰場上存活 一旦被敵人打傷了被敵人壓制之後 馬上跑到掩護後面,等在掩護後面 讓士兵自己開始恢復血,然後再跑出掩護 這特殊裝備對一些沒辦法自己回血的兵種 像突襲兵、支援兵、偵察兵、坦克架選飛行員來說 是非常實用的 血恢復得快,玩家可以大膽地去跑位 大膽地去偷襲敵人 與敵人一對一單挑 突襲兵有個獨特的特殊裝備 那就是無間不摧 這個特殊裝備的作用是當玩家戴著毒氣面具 敵人扔過來了爆炸物 對於玩家的傷害減掉20% 這個特殊裝備的效果與防袋背心 特殊裝備差不多 只是它比防袋背心更有效 而且可以與防袋背心重疊 讓玩家的士兵戴著毒氣面具時候 減掉30%扔過來了爆炸物的傷害 但要啟動這次的裝備 玩家一定要一直戴著毒氣面具 對突襲兵來說這次的裝備非常好 因為突襲兵是一種突破敵人戰線 近戰的一種兵種 在室內交戰 平時敵兵會放出不少毒氣 所以玩家還是一直戴著毒氣面具 戴著毒氣面具 玩家可以使用妖獸非常好的限彈槍 還有妖獸非常好的一些衝鋒槍 沒辦法拉起金屬鏡瞄準也不要緊 帶了這次的裝備 近戰爆炸物比較多的跑位情況 可以增加玩家的存活能力 幫助玩家突破敵人的防線 接下來小A為大家介紹小A平時玩醫療兵 帶的是什麼特殊裝備 醫療兵是小A平時默認的一種兵種 也是我玩的最好的一種兵種 我玩醫療兵平時帶這三種特殊裝備 我剛才介紹過防袋背心 也介紹過快速隱匿 除了這兩種特殊裝備 我平時還帶著隱匿救護 隱匿救護是當隊友倒下的時候 玩家去用Q鍵告訴隊友 醫療兵會來拉起他的時候 倒下隊友身上會出現一個煙霧手雷 屍體會被這濃煙覆蓋 這濃煙會掩護跑過來 拉起這位倒下隊友的醫療兵 大大減少了醫療兵 與剛剛被醫療兵拉起隊友 被敵人打死的幾率 因為敵人的視線會被煙霧切斷 小A用這次裝備還有另外一種用法 就是我用他做火跑位的掩護 有時候因為隊友死了 靠敵人太近 或者死在沒有掩護的地方 我沒辦法去救隊友 我照樣點隊友的屍體 讓他屍體上面有一個煙霧手雷出現 煙霧手雷一旦釋放煙霧的時候 我馬上會藉著煙霧去跑位 用隊友的屍體上的煙霧做掩護 不過這煙霧有時候也會妨礙玩家 有時候我要打死 剛才打死我隊友的敵兵 但突然我隊友身上出現了煙霧 但擋住我瞄準敵兵的視線 一般這種情況不會發生 因為畢竟這個特殊裝備 有40秒的冷卻時間 所以玩家不可能像到處 亂來認煙霧彈這種使用方法 使用他 小A玩遊戲中的支援兵帶的特殊裝備 與我玩突襲兵的時候帶的特殊裝備 是一模一樣的 我並不怎麼喜歡遊戲中支援兵的一些特殊裝備 可能因為我平時不怎麼用槍架 因為有兩種支援兵的特殊裝備 需要用槍架的時候才能啟動 第一種是減少使用槍架時候被敵人火力壓制的效果 第二種是當玩家用槍架射擊的時候 被玩家壓制的敵人會在友軍的地圖上一直標記出來 支援兵還有一種特殊裝備 那就是 手中拿著維修工具 玩家更結實 移動速度更快 小A平時不怎麼幫助隊友維修車輛 我是這麼想的 載具高手平時是不需要玩家在旁邊為他維修的 因為他知道什麼時候應該開始撤退 什麼時候開始維修 什麼地方不可以去 載具菜鳥 我就算在他旁邊幫他維修 靠他的技術還有地圖的意識 載具早晚會被他 開進河裡或者被敵人打爆 我跟著他跑沒有什麼意思 還有遊戲中有不少地圖沒有載具 所以這維修載具的特殊裝備也沒有用 小A玩偵察兵帶的特殊裝備 與我玩巨猿兵突襲兵是一模一樣的 這主要因為我認為 平時偵察兵的獨特特殊裝備 他們的發揮效果可以被偵察兵的一個信號彈裝備替代 一個偵察兵的獨特特殊裝備 是當玩家爆敵人腦袋的時候 下一個敵人會自動在地圖上飆出來 他的外形也會在屏幕上飆寄出來 另外一個特殊裝備是當玩家的半線地雷引爆時候 半線地雷15米周圍的敵兵會被飆出來 還有一種特殊裝備是當玩家被敵人打到低於45個血的時候 身邊會自動出現一個狙擊手幼兒 這是戰地最二貨的一個特殊裝備 是最沒用的一個特殊裝備 幼兒只能逗菜鳥 對一些戰地狙擊老鳥來說 放下一個幼兒 反而告訴了他們周圍有一位狙擊手 周圍坦克車駕駛員 我認為有一個特殊裝備 玩家應該一直帶著 那就是坦克急救 當玩家的坦克被敵人打開換的時候 坦克周圍會自動放出濃煙 這濃煙的擴散範圍非常大 這濃煙可以降低敵人打過來的AT火箭炮 還有反裝甲炮的命中率 有時候濃煙釋放了有些敵兵 摸不到濃煙裡坦克位置在哪裡 藉著機會讓敵人打偏幾個AT火箭炮 反裝甲炮是給玩家時間自動維修自己的載具 也可以讓身邊的支援兵維修自己的載具 不會下一炮被敵人打爆 不過呢 這濃煙也會阻礙玩家的視線 有時候玩家需要一炮打死眼前拿著AT火箭炮的突襲兵 因為濃煙失爆了 看不到他的位置在哪裡了 反而更在濃煙裡被這突襲兵打爆了 作為飛行員小孩建議大家 在有軍空域1這特殊裝備 這特殊裝備 這特殊裝備與敵人一對一 過鬥的時候非常有效 因為帶著他被敵人飛機飆出來了 你的探索維持時間減少50% 這個裝備可以幫助玩家甩尾 也可以當玩家飛出敵人飛機視線的時候 突然掉頭打敵人一個措手不及 沒想到玩家會從這個角度去反咬敵人 因為飛行員還是看微型地圖的 如果玩家在微型地圖上出現的時間短 玩家甩掉敵人咬尾的機率就更高 不過這個特殊裝備對一些戰鬥機高手 狗鬥高手來說沒有很大的作用 因為他們知道玩家的飛機在哪裡 可以靠聲音還有靠他們的經驗 第三視角一直跟蹤玩家 那麼這些就是小A平時常用的一些遊戲特殊裝備 還有我一些特殊裝備的組合 我做這視頻純粹是給大家參考 大家不一定要跟著小A搭配 我還是要強調遊戲中是沒有一種正確的搭配的 好那麼今天小A就說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請大家保重 拜拜